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工人的见证之下一起继承了遗产,并没有分家。赵德才娶妻子王氏,是算账经营的一把好手。赵德才与工人算账的时候,王氏就躲在后面计算可以盈利的方法,夫妻俩因此获得了不菲的钱财,赵家的家产也扩充了不少。赵德才夫妻俩虽然能赚钱,却不舍得用来买房置地,全都积攒了起来。而赵启明在学堂里刻苦读书,虽然不会挣钱,却出手阔绰。 喜欢结交朋友和阶级穷人,但凡有人求到他面前,赵启明都会不惜散尽所有的钱财帮助他,自己的钱花完之后,就偷偷跑回家偷拿共同财产。 长此以往,村里人都称呼赵启明为善人,凶嫂两人却都对赵启明都很有意见,只是一直隐忍住没有说出来。 到了乡氏的时候,赵启明去找凶嫂要盘费,赵德才不情不愿地拿出了三十两银子给他。 赵启明感觉有些少,就恳求哥哥多给一些,被赵德才拒绝了。 赵启明的妻子姜氏性情温婉端书,特意做了一桌子好菜,又莫来美酒,替丈夫践行。 吃饭的时候,姜氏委婉地规劝丈夫,说道,咱们现在衣食住行,大多是靠凶嫂的劳动。 你一个人出门在外,一定要节省开支,不要像在家里一样大手大脚,否则万一不能高中,只怕回来之后会遭人白眼。 赵启明大咧咧地摆了摆手,说了声知道了,就终止了这个话题,将是看丈夫这副漫不经心的样子,知道他根本莫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,不免有些忧虑。 次日一早,赵启明带上行李独自出发了,走到半路的时候,经过一处城隍庙,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,赵启明上前围观,看到一个壮汉用绳子绑附住一只狐狸,那狐狸唇白的毛发,身体各处受了很多伤,斑斑血迹染红了皮毛。 赵启明顿时有些愚心不忍,伸手拦住了壮汉,问道,这位兄台,这狐狸,你打算怎么办? 壮汉说道,我刚刚经过城隍庙的时候,恰好看着狐狸在神岸下面昏睡,说他也不知道离开,正好我的皮球破了,可以用他的皮毛来缝补。 狐狸听到这里,似乎通了人情,眼睛里出现了晶莹的泪水,赵启明看得可怜,从了恻隐之心,于是说道,我看你这皮球破得太多,我给你二两银子,你再去买一件,这狐狸就让给我如何? 壮汉莫想到,还有这种好事,一口就答应了下来,赵启明将狐狸买下放归山林,狐狸离开的时候,不停地回头观望,眼中充满了感激和不舍,赵启明再三催促,狐狸才离开。 又过了两天,赵启明抵达了省城,安顿好之后,就找到朋友出去闲逛散心,鸡人来到一处酒楼小聚,刚喝了两杯,就看一个中年妇女用绳子牵住女儿,两人衣衫蓝绿,脸上头上都是灰尘。 妇人挨桌询问,是否有人肯出嫁买她的女儿,几乎没有人理会,到了赵启明这一桌时,朋友正要驱赶,赵启明却将她拦了下来,拿出银子资助他们,朋友都笑道,赵雄真是迂腐啊,这一看就是骗人的,你还做这个冤大头。 赵启明摇了摇头说道,我做这件事,只是凭着我的本心,何必计较,他们是真是假呢?但求心安罢了,周围有人觉得她慈善,有人觉得她愚蠢,赵启明丝毫不为这些言论所左右,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,还莫等到考试,盘费已经被她花光了。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,赵启明果然名落孙山,她又羞又愧,身上的钱也花完了,几乎是靠住严路乞讨返回了家,哥哥嫂子都对她不见颜色,明里暗里地讥讽她,只有将是待她如故,没有任何改变。 夜里,王氏跟丈夫建议,说道,二弟实在是不成器,咱们辛苦赚钱,不敢胡乱花费一文一钱,他却不知道节俭是什么东西,花钱如流水一般,不知道心疼。 长此以往,咱们非被他拖累不可,不如趁早分家,摆脱这个累赘。 赵德财深以为然,暗中贿赂了祖里辈分高的亲戚,请他们来主持分家。 赵德财当着大家的面立下自聚,自己独占十分之九的家产,只给弟弟十分之一,因为祖老都收了钱,所以默认提反对意见。 签完自聚之后,赵德财对弟弟说道,自从父母离世之后,我照顾你这么多年,也算得上是人之意境了。 现在你也成家了,以后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贵,都不必再告诉我了。 此话一出,无异于断绝亲戚关系,赵启明对住父母的牌位败继一番,然后撒泪离开了。 虽然只得到了家产的十分之一,但仍有三千两银子之多,赵启明拿住银子买房置地,一开始生活还过得十分滋润。 但是他一直保持住喜欢接济别人的习惯,无论是哪个朋友受穷,亦或者是遇到可怜的孤寡老人,都不令钱财,慷慨解囊。 莫过三五年,就已经散尽了家财,归于贫穷了。 好在将是贤惠,并没有过多责怪他,而是开始利用刺绣和纺织赚钱,这才不至于使一家人都饿肚子。 原来称赞赵启明是善人的村民,也纷纷暗中讥讽他的愚笨。 两人生了一个儿子,许明为赵要祖,赵要祖的兴起很高,从小就立志要考取功名,为父母挣回脸面,整天在阁楼上点住蜡烛读书,从早到晚都咿咿呀呀地念个不停。 赵德财对弟弟的遭遇也有所耳闻,但他并不关心,兄弟俩也十多年没有联系过。 赵德财挣下的钱全都放进了一个个大瓮里,埋藏在自己的私库之中。 赵德财,西下有一个独女,许名叫做莲儿,因他没有儿子,就想让女儿招个上门女婿来继承自己的家业,所以一直没有澄清。 这天,赵德财一家正在吃饭,突然一阵白光闪现,一个身着白纱的女子骤然出现,赵德财吓了一跳。 从座位上跳起来,王氏因为经常听说胡仙的传说,此刻还算镇定,试探性地问道,你难道是胡仙吗? 女子笑了笑,没有直接回答,说道,你们不必惊慌,我并没有恶意,这次是来探望莲儿的。 她前世,跟我是同胞姊妹,得知她转生在你们家,所以特意来探望。 两人将信将疑,莲儿却感到与她十分亲近,上前说话就像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一样,没有隔阂,并请求父母让女子住在家里。 赵德财深感神意,答应了女儿的请求,女子就拜她们为义父义母,王氏因为女子长相柔美,于是给她取名为妹儿。 从那以后,妹儿就与莲儿形影不离,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归中密友。 妹儿喜欢刺绣,也精通占卜之术,闲暇时候替人算卦,预言的卦象没有不应验的。 名声很快就在当地流传开来,连僵尸也听说了这件事,她起了好奇之心,想要去看看,赵启明却坚决不肯。 这天晚上三更时分,赵耀祖正在读书,忽然感到一阵口角舌燥,正想要起身找茶水的时候,忽然门被打开了,妹儿端住茶走了进来。 赵耀祖见她身材苗条,亭亭玉立,心里吃了一惊,连忙问道, 你是什么人?怎么会半夜来到我的房间?妹儿笑着说道,公子痴迷于读书,很少下楼。 不知道我也是应该的,我是夫人买下的币切,特意来照顾公子的饮食起居的。 赵耀祖心里疑惑,自己家中并不宽裕,怎么能买得起币切呢? 但是妹儿实在是太漂亮,让她心里不禁起了爱慕之心,也就不再深究,端起茶杯就喝了起来。 茶水亲人心脾,赵耀祖喝完之后,忽然感觉浑身燥热,不能控制自己的心意,行为也逐渐变得轻率放肆起来,对妹儿动手动脚,妹儿也并没有拒绝,两人当场就成就了好事。 事后,赵耀祖欣喜若狂,对住身边的爱侣说道,能够有你这样的家人陪伴,我这辈子也算是值了。 妹儿笑道,难道公子不嫌弃我身份低微,想要娶我吗?赵耀祖马上保证道,明天一早,我就去找母亲,请求让他把你嫁给我。 妹儿无嘴偷笑,说道,呆子,我刚刚是骗你的,你没有听说过大伯家里来了个狐猫吗?那就是我呀。 赵耀祖文言有些惊恶,继而又有些后悔,说道,你我虽然没有血缘关系,但你是我大伯的妓女,咱们也就有了兄妹的情分,传出去,难免让人笑话。 妹儿伸出葱白一般的玉纸,点在她的额头上,说道,你真是个书呆子,何必做这种情态? 我跟你有素食的缘分,之所以先到大伯家里,也是有原因的,以后你就会明白了,现在还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 这样,咱们就能每晚都在一起了。 赵耀祖点头答应了下来,等到雄鸡爆小的时候,妹儿就飘然离开了,从那以后的每一天晚上,妹儿都来陪伴赵耀祖。 而赵耀祖想跟她亲密的时候,妹儿却说,这样的事情每个月只能有三次,赵耀祖实在难以忍耐,妹儿就替她按摩缓解心绪。 赵耀祖虽然一心扑在读书上,但也常常眉头紧皱,独自叹息。 妹儿问她因为什么烦心,赵耀祖说道,家里实在是贫穷,常常遇到五米下锅的窘境。 我作为儿子,看到父母为生计奔忙,真是惭愧啊。 妹儿想了一会儿,说道,堂堂七尺男儿,为了一些铜钱就这样犯难,真是不像话。 你不必再忧虑了,这件事我帮你的。 第二天晚上,妹儿拿来了一个铁锹交给赵耀祖,只给她一个地方让她挖掘,赵耀祖挥了鸡铲子,发现一个大瓮,打开以后,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。 赵耀祖又惊又喜,询问妹儿是从哪里得知的消息。 妹儿只是说,这是上天感念你的孝心,特意赏赐的礼物。 赵耀祖叫来父母一起挖掘,一转头,妹儿已经消失不见了,瓮里的银子约莫有两三千两的样子,一家人因此而变得富裕了起来。 过了一段时间,赵启明突然病倒了,躺在床上奄奄一息,吃了很多汤药都不见好,眼瞅着是进气少,出气多,赵耀祖日夜侍奉在父亲床前,妹儿也不再来了。 这天晚上,赵耀祖突然想起了妹儿的手段,心想,也许她能够帮助父亲渡过难关,就向她求救。 妹儿说道,这件事其实不难,只是我现在无名无分,难以面见公婆。 赵耀祖会议,连忙将妹儿的事情告诉了母亲,将士说道,这是上天派来帮助我们的仙人啊。 你怎么能如此怠慢她呢?快给我摆起香案,我要亲自向她谢罪。 话音未落,妹儿突然现身,扶起将士说道,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做您的儿媳,是因为曾经受了公公的恩惠,现在怎么感受您的大礼呢? 妹儿说完,从怀中取出一粒褐色的丹药,又取来半盏茶,将丹药化开给赵启明冲服。 不一会儿,就听到赵启明腹中响起雷鸣般的响声,赵启明突然起身,磕出半碗浓潭,身体也倾健了起来。 妹儿拜见公公,并请求他们保守自己的秘密,两人答应了下来,妹儿从此就一直留在了赵启祖家中,只是其他人并不能看到她的身影。 而且,妹儿在陪伴赵启祖的时候,也没有一刻不陪伴在莲儿身边,大抵适用了分身术的缘故。 又到了参加乡试的时候,赵启祖榜上有名,习报传来,赵启明心花怒放,家中变得既富有,又显贵起来,赵德才不免有些后悔,想要送去一些银子当作礼物,缓和一下兄弟俩之间的关系。 赵德才打开自己的私库,发现里面的银子少了一半,心中一惊,挨个打开了自己的私藏。 发现所有的箱子,或者瓦瓮里的银子,无一例外,都少了一半。 赵德才又吃惊又害怕,叫上妻子一起盘点资产,不出意外,整个家里的资产也恰好少了一半。 两人怀疑是妹儿搞的鬼,就去质问她,妹儿不肯承认,赵德才就把所有的银两都锁起来,可银两依旧损耗如故。 赵德才惊怒非常,就去龙虎山请老天师来降妖除魔,妹儿早已洞穿了一切。 根莲儿说道,我们姐妹的情谊到此就算是结束了。 我这里有一串项链,你可以戴在银梗之间,如果有一天你遇到生死攸关的大事,可以对住项链喊一声梅儿姐姐救我。 那时,一切栽严自会消失。 妹儿说完就消失了,与此同时,妹儿也向赵要祖辞行,不等她挽留就离开了,龙虎山的老天师掐指一算, 说这件事牵扯到的因果,是上天注定的,自己也不能干涉,就没有动身。 妹儿离开以后,赵要祖十分懊恼,不肯娶妻,有人讥笑说, 难道你要为一个狐妖守洁吗? 要祖不畏所动。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,要祖孤身一人前往京城参加会试, 走到京城之后,找到一个客栈落脚,脱衣服的时候, 觉得一带末端很沉重,像有东西往下剁,出口问道,难道是妹儿吗? 为师摩不肯出来相见呢? 话音刚落,妹儿就从衣服后面走了出来,赵要祖惊喜不已, 抱住妹儿的双臂说道,我还以为这辈子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, 你为何如此狠心离开我? 妹儿说道,这其中的缘由太过曲折,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, 我来识告诉你,你这辈子只有众举人的命, 这还是靠公公积德,行善得来的, 会试不可能成功,所以我为你捐了官职, 过几日你就会知道的。 会试发榜之后,赵要祖果然落榜了, 就当他准备收拾行李回乡的时候, 忽然门口一阵喧哗,原来是吏不得报单来了, 说是授予赵要祖某地县令的官职。 赵要祖于是探服妹儿的神奇, 拜谢黄恩之后,跟他一起回家迎接父母, 赵启明夫妻俩看到妹儿之后, 也是倍感欣喜,一家人前往药祖的认所, 妹儿也不再使用隐身的术法,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她。 这天,妹儿正在后花园采花, 知府大人忽然来到了赵要祖的寓所, 见到妹儿之后大魏惊奇, 感觉与自己的女儿慧娘十分相像。 妹儿也不躲避, 故意让知府大人多看一会儿, 知府越看越觉得亲切, 如果不是有赵要祖陪伴在身边, 几乎要误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女儿了, 知府感觉这件事实在是匪夷所思, 就告诉了赵要祖。 晚上一家人吃饭的时候, 赵要祖提起此事, 妹儿突然起身, 声泪俱下地说道, 实话告诉你们吧, 我就是公公在城隍庙前救下的狐狸, 大部分家产实在不公平, 我就暗中平衡家产, 即使报恩, 也是天道受益, 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, 我也该告辞了。 一家人都很惊异, 正要出言挽留, 妹儿已经消失不见了, 死后赵要祖察不思, 犯不想, 也不肯续闲, 赵启明提议道, 知府大人曾经说过, 他女儿与妹儿十分相像, 这也许就是妹儿的用意, 不如向知府家的千金求亲。 赵要祖身已未然, 派梅人去提亲, 一说就成了, 慧娘果然跟美人有九分相似, 如此也算是缓解了她的相思之苦。 再说莲儿, 自从妹儿离开之后, 莲儿也嫁给了黄元外家的儿子魏妻, 等到生孩子的时候, 不幸遇到了男产, 眼瞅住就要一失两命, 莲儿想起了妹儿的话, 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, 拿起脖梗间的项链, 说道, 妹儿救我。 话音刚落, 孩子就顺利生产了, 母子平安。 而赵德才自妹儿消失之后, 认定是她侵占了自己的家财, 每天晚上跟妻子一起咒骂于她。 这天晚上, 两人还在咒骂, 忽然想起妹儿的声音, 分去你们的财产, 不过是顺应天意, 平衡你们的运势罢了。 如果不如此做, 你们早就死于非命了, 这么多年辱骂我也该出了气, 如果以后还这么做, 就把你们的家产全部拿走。 老夫妻俩听了非常惶恐, 不敢再继续咒骂。 过了几天, 听说女儿生产的事迹更加觉得神异了, 就提妹儿做了一个牌位, 日夜供奉, 不敢再出言不逊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 看完这个故事后,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? 欢迎在下方留言,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, 希望能点您带来收获。 感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